并订阅本频道的朋友,2018年裁员滚滚大吉大利,有些人的未来之路,其实在很年轻的时候,就已经能够洞察到了,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一概而论的,还有很多人会在成长的道路上,发生很大的变化,但是一生小时候什么样子长大后就是什么样子的人也但有人在,有的人年轻的时候就碌碌无为, 壮年包括直到老年以后,仍旧是一事无成,但是年轻的时候就表现出不一样才华的人,长大后,一般都能够表现出,不同于寻常人的成就,今天我们来说年轻时候就有勇有谋,至勇生前的三大生肖,他们最终基本上都会成为成功人士,过了三十岁就能够成为人中龙凤,开创辉煌的人生,生肖猪, 肖猪人是那种一看就能够成大事的人,说白了他们的形象与平庸这两个字很不沾边,肖猪人在人群中很有辨识度,这种辨识度并不是通过观察外表来看出来的,而是因为肖猪人有着独特的气质,能够紧紧的吸引路人的目光,肖猪人属于有才华的人,更重要的是肖猪人的才华,最后都能够得到体现, 而且肖猪人也是勇气可佳,很具有冒险精神,所以说肖猪人就是那种智勇双全的人,他们一到了三十岁就像是人生开了挂,必定能够成为人人羡慕的成功人士,生肖羊,肖羊人是那种在任何场所都比较容易脱颖而出的人, 因为肖猪人是实力比较强的人,毫不夸张的说肖猪人就是那种有勇有谋,智慧和勇气并存的人,这也提高了他们的成功率,年轻时候的肖猪人是涛工养晦续式呆发的状态, 过了三十岁肖猪人的不平凡之处就能够表现出来,他们的智慧和勇气为他们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,更重要的是,肖猪人一到三十岁就能够实现辉煌的人生,惹人艳羡,生肖虎,肖虎人绝对是智勇双全人的典型, 他们身材魁梧,智力也很超群,在办事做人方面也相当的圆滑,所以说肖虎人想要办的事情,基本上都可以成功,肖虎人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了不甘平庸的心境,他们立志成才,而且这种志向是比较容易实现的,大约三十岁左右,肖虎人就能够做到人家四十五岁才能够做到的事情, 所以说肖虎人是实现成功比较早的人,他们很早就能够实现辉煌的人生,所以说肖虎人到了中年那就是成功人士,换了谁都会很羡慕,大家有什么观点,请在评论区留言,视频结束感谢观看。